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早安 那我们今天要来开始继续进展 我们健保资料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工具应用 同药里用药日数重叠率 其实在健保署所提供的资料 不只是只有降血压的药 有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同药里用药日数重叠率 然后让我们有机会来去看这个成效是如何 在哪一个分区业务 还有在哪一个县市 以及在哪一家医院 有产生过高的同药里用药日数重叠率 这不仅是值得我们来去关注 就是健保资源是否有浪费这件事 还有就是该地区是否在就是 血压过高的民众呢 对于一个医疗照顾 然后可能要未来加注更多的一个力气 为什么呢 因为假设他今天他因为吃完这些药 在合理的日期 医生给合理的日期 然后用药量 结果他可能缩短了吃药的时间 那就代表说他吃了过重的一个药 还有他自己自己改变了这个服药的方式 对于他的病情我想应该是会有影响 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应该要去思考 除了 这个我们健保呢 会不会倒闭 另外就是民众啊 他是否可以得到更好的健康照顾 这件事好 那我今天我要扩大 扩大 举例来说 我们只算了一个降血压的药 那我今天我还想要 呃 扩大到 假设这个药 有 资料是有改变的 好 还有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 除了这个降血压药 还想要跟降血糖降血脂的药 要一起放进来做比较分析 另外 当然我还是会希望进展到 就是一个预测跟分群 让我们可以得知更好的一些 是结果 好 就是在视觉化分析里面 还是要进展到一些机器学习 好了 那我想这应该都是接下来 今天我们的内容 大致上跟各位先说明到这边 我们接下来哦 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 主任你看一下我学弟跟那个 那个中卫好像蛮像的 哈哈哈 戴口罩的样子 是 好 那我们就先开始今天的内容绝对 不简单 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操作的步骤不多 操作的步骤真的不多 但是你每一个地方都要听懂 都要听懂就好了 你才会做 好 因为我我教的方法是这样 你已经画完了那个 降血压药的这些视觉画报表 对不对 那降血糖你要不要再重画 当然不用啊 我该比较的还是要比较那些 请问难道降血压我要去做 那个分区的比较 我不用做 那个全国的比较吗 不可能对不对 我都要做 然后最终我还要做 就是有降血压 降血糖 降血脂 放在一起一起来比较 看这几条折线图各年的 断年间的那个平均变化 这才是重点 甚至我还希望说 是不是在某几家医院 他就是固定会有这个 有降血压的情形 就会有降血糖 要就是药物日数重叠率过高 这件事 所以这个这些都是值得 我们来去关注的 那这都影响到 我们该怎么做这些资料分析 好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还是用我昨天给你们的资料 因为这样才方便我去 我去交讲更多的知识 所以第一件事情 要麻烦请你们去下载 我先请你们 就先把所有视窗都先关掉了 真的所有视窗都先关掉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 因为我已经 我昨天就已经把成品放上去 我希望就是说你们继续用我的成品 然后一直改改成 可以做更多的分析 所以第一件事情 请请一 如何下载我的成品范例 所以一请点选 Chrome浏览器 然后请你在网址列的地方 网址列二 请在网址列 输入我的教学的网址 https 冒号斜线 斜线 goo yptz rxt 好 然后 呃 因为这个动作做过很多次 所以就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这是昨天的日期 然后这边有看到成品观摩 成品观摩 成品观摩 好 请点一下这个成品观摩 不要点错梗了 然后接下来 请你们要下载是这一个 不好意思 我先把昨天 我做好的 好 好 来麻烦请各位 点选 点选 这个图示 下载的图示 请点它 如果你登入 你就用滑鼠右键 然后 进行下载 好 点选这个下载之后 点选这个下载之后呢 好 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打开 打开自己的 资料夹 就是我现在我要开启 我刚刚下载的范例咯 我刚刚下载的范例咯